林郑英僵尸片中的使用的全是真实法器 林郑英所拍摄的僵尸片被很多人誉为精品 可之所以能够让人有这种感觉 完全是因为林郑英用的这些东西可都是真家伙 第一个就是林郑英拿在手中的万法归宗 这本书在很多门派的历史上也是真实出现过的 这是某个教派的符咒书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里面都是一些入门级的咒法 据说林郑英在私下经常学习这些东西 所以在演出来的时候才像是真正的道士一样 第二个就是驱魔警察中出现的毛山玉佩 据说这一块玉佩是林郑英专门去问一位高人借来的 在拍戏的时候就将它拿出来 拍完以后就要将这块玉佩按照高人的指点 放进一个专门的木匣子里面供奉起来 这块玉佩在东径时就已经存在了 也是毛山派中一样非常重要的宝物 第三就是林郑英电影中常用到的黄色符纸 据说因为导演刘光伟的叔叔就是毛山道士 也会很多相关的叫法和法术 所以林郑英专门跑去向他请教 不但了解了毛山咒语的使用方式 而且毛山符咒在什么时候该拿出来 上面是神花样 林郑英的心理也非常明白 所以在拍片之前这些符纸大多都有林郑英亲手画出来 然后拿点毛山道士确定以后 才会放到片子里进行使用 据说这种符纸被贴到僵尸的身上以后 不但能够定住对方 而且还能够降妖除魔 可以说得上是非常神奇 第四就是林郑英手中的莫斗 据说这个是鲁班大师发明的东西 林郑英在电影里面用它来降妖除魔 很多电影里面都曾经有过这样宝物的存在 有人说这是林郑英道具组专门弄回来的道具 也有人说这是林郑英专门从高人那里请来的法器 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 林郑英对于这种宝物都非常的在意 在拍完戏以后也会让道具组将它好好的收起来 如果这样东西比较宝贵的话 林郑英还可能随身携带一个匣子 再用完以后就立刻随身带走 第五华光大地像 这是中国文文明间的一位顶级神仙 在很多老百姓的眼中 马王爷三只眼的俗语就是来自于此 据说华光大地不但能够驱魔避邪 而且僵尸和鬼怪在看了这种法器以后就会立刻顿走 林郑英在电影里面也经常用这样东西来驱赶僵尸和怪物 可以说这五样法器少一样 林郑英的电影都没有原来的那种味道 各位网友你们觉得呢 你们在电影里面也有点显示 林郑英 我们在电影里面也有点显示